大家看,镜头里边这个黄色的花呀,是我的南瓜花 我今天的视频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南瓜呢,怎么给它进行一个授粉 那么要进行授粉的话呢,必然要认识什么是公花,什么是母花 现在呢,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母花 这朵开的大大的黄花呢,它就是母花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花后面是什么样子的 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一个这个小瓜 后面有个小瓜的话呢,这个花呀,就是母花 再带大家去看一下,长得更小的一点花,它还没开的 比如说这朵,它还没开对不对 但是它屁股后面有这么一个小瓜,它就是母花 再来看这个,这个就更小了,才长出来 但是呢,我们也很清楚,它是母花,为什么呢 你看,它屁股后面是不是长得这么一个小瓜 是不是 来看公花,瞧,这里都是公花 这朵,这朵,这朵,这朵 还有底下这些黄的,已经开的 那么你看,它开了花以后,长得跟母花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分辨呢,还是看它这个花后面 来看这朵 你看,它这个花的尾巴后面,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没有那么一个小瓜 这种呢,就叫公花 比如,来看这个花骨朵,也能看出来 它的尾巴后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它就是公花 那么南瓜呀,有一个特点 它的这个花呢,都是早上开 就是比较早的早上开,所以你要想给它授粉的话呢 你得起个早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给这个南瓜进行授粉 我现在啊,剪一朵这个公花下来 花剪下来了以后,大家看到里边这个花蕊没有 为了把它更好的和母花进行一个授粉啊 我把外面的这个花瓣给它掰掉 就只露出这个花蕊 好了,现在我们去和那个母花进行一个授粉 这是一朵母花 看见花蕊了没有 现在我要把公花的花蕊啊 把上面的花粉给它蘸到这个母花的花蕊上 就轻轻地给它这个触碰一下 看见有花粉沾上去了 就是轻轻地触碰一下 看到有花粉沾上去了 就好了,看 是不是那个母花的花蕊上面都沾了些花粉 那这样呢,这个授粉啊就完成了 只有授过粉的这个南瓜花呀 才能真正地做住果,揭出小南瓜 这个程度看见 哇 哇 感谢观看